各位先有,欢迎观看三生三世诊上书 若是他能知道他陪伴他的时间是这样短暂 当初何必要那样对待他 他能来陪他,他其实很高兴 当初他将那枚戒指交给仲林 说在合适的时候给久儿 仲林定从他语气的犹豫之中明白了他的心意 仲林向来都很乖绝 他将他关在太陈宫 却留了一枚戒指给他 这种矛盾的心境,他自己都离不清 他希望他乖乖等他回去 又希望他能来此境陪他 正如三百年前,他将他赶出太陈宫 要他忘了他,却日日站在庭院中等着他 可是,他不晓得,他来了之后 他竟会护不住他 护不住他,其实也没什么 他死了,他自然会去陪着他 他活得够长够久 实在没什么遗憾了 可是,他竟要他好好活下去 他不许他入魔 他还要他将他忘了 他握着那块琉璃牌 望着他的眼中满是眷恋 嘴里却说着那样绝情的话 他不知道他会这样来用这块琉璃牌 他想许给他的 绝不是这样的心愿 你要答应我 进化毒吸之后 好好活下去 绝不能入魔 伤及无辜 你出去之后 问折眼讨一杯忘情水 他不能不答应他 又委实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他只能哭坐在这漫天星光结成的结界之中 抱着他的酒儿 什么都不做 毒吸与魔吸交缠 仍在撞击着戒壁 发出惊天巨响 东华却仿若未闻 紫衣的神君低头凝望着怀中的少女 但莫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不知过了多久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 传来几声一响 东华眉头微动 抬手一挥 在他身侧拨开一团浓溪 露出两个狼狈的身影 折眼 如论如何 此番回去 定要叫东华跪下 珍珍 你现今可不再怀疑 本上神对你的一片痴心了吧 我什么时候怀疑过你 还不都是你这老凤凰 总是惹我不高兴 这里究竟是何处 难道我们仍在十恶莲花镜中 珍珍你莫要乱走 这般黑浓的妖西 还有这些魔兮 疏为怪异 疑 东华 一点昏黄的光亮慢慢靠近 照了照银发的神君 又往下照了照他怀中的少女 折眼的声音变了变 小九 这难不成是碧海苍灵 你终究还是带他来了 折眼俯下身去 想瞧清楚凤九的脸色 手还未伸出 人已被东华甩出几步 亮枪的撞上跟在后头的白针 脸色一白 折眼居然变色 缓了缓翻涌的气息问道 小九他 怎么了 白针上 神剑折眼突然遇袭 又见东华坐在地上 一副冷若冰霜的淡漠神色 气血上冲 抬手便要拔出袖中长剑 折眼茫茫抬手阻止 真真 休要冲动 若我们在净化妙仪会明镜 绝不可煽动这些毒息 除了东华 无人能有这般高深的修为净化他们 白针扭头 看了折眼一眼 乖乖地将长剑归翘 恨声道 若不是瞧你的面子 我绝不饶他 折眼拉了白针慢慢靠近东华 他稍微施法 令指尖光芒欲胜 隔了几步仔细瞧了 瞧凤九脸色 于妙议会明镜仪式上头 折眼知晓的事情 自然比白针要多上许多 此时见东华气息 混乱妖艺 形容枯搞 毫无生趣 已大致猜出前因后果 他不晓得自己与白针晚到了多少时日 只能试探着相劝 东华 你且收了仙账 让我瞧一瞧小九 若他还有一线生机 你这般阻挠 岂非延误时机 白针在他身后 一见凤九脸色 便倒吸一口冷气 小九他 他可是 折眼按住他的手臂 阻了他的后半句话 继续劝道 东华 你当日扔我们进了十恶莲花镜 如今看来 是打算带我二人来此处 结界助你 你若不让我瞧一瞧小九 我们来了 又有何用处 东华终于抬了抬眉 慢慢慢慢地抬起脸 视线落在舌眼脸上许久 摇了摇头道 太迟了 久而他 他的声音嘶哑 眼中若然着红光 周身皆被一层怪异的腰膝笼罩 平日清俊绝尘的眉目 竟说不出的森然可怖 白珍又是一惊 这绝非他平日见到的东华帝君 折眼倒是不以为意 仍笑着相劝 我瞧着小九 脸色上好 只要能有一丝原神留存 便能慢慢等他回来 你难道不愿要他回来 东华闭了闭眼 终于收了仙杖 抬手摸了摸凤九的脸 嘶哑的声音说道 九儿 让蛇言来瞧一瞧你 别怕 折眼慢慢在东华身边坐了 抬手搭上凤九手腕 又吩咐道 我此剧恐怕要花些时间 珍珍可以设个仙杖 护一护我和小九 你去守着那些毒吸 我瞧着你将要入魔 摩西若是冲撞到小九 可是糟糕至极 东华自然晓得 折眼是要打发他去净化那些毒吸 可是 他又如何肯离开凤九半步 他脸色更冷 昂然硬道 想要将九儿自我怀中抢走 绝无可能 折眼被他一咽 简直气得要发笑 只好回头冲来针一点头 见白针举手射了个结界 将四人一起包裹在内 又向东华说道 切不可让外头毒吸 进入此界 否则 你休想再见到你的九儿 东华脸一白 脸点头硬了 折眼握着凤九的手腕 肃然端坐 眉目空气 神魂离体悄然进入凤九的躯窍 这是极为高深的探魂之术 这四海八荒 一术能与折眼比肩的 恐怕半个也找不出 东华帝君虽然饱毒书册 与伊里要里上头 终究没有什么造诣 当然或许也是因为他本人过于刚猛 与此事上头并不如何重视的关系 作为远古时代化生的第一只凤凰 折眼与东华 功力洪荒 同岛战火 与许多事情上头 原本便有些无需言说的默契 大概也可算是属于老神仙的一份共同的担当 只是二人性情大不相同 折眼温厚人善 虽好捉弄人寻点乐趣 却极能体恤 他人疼痛苦楚 而东华则冷情冷性惯了 与其他神仙都不大往来 还很有些清高 自诩目无下沉的气势派头 若非他们同时与青秋有些交集 时至今日 大约也不过是点头之交罢了 时间走得分外艰难 东华抱着凤九不敢烧动 白真亦望着凤九目不转睛 突然 几团毒息 互相缠绕着撞击小小的结界 发出一声巨响 折眼像是受了惊吓 竟缓缓张开眼 嘴里吐出一口血 白真望了望折眼 回身施法护持住戒壁 对东华说道 折眼施法 绝不可受人干扰 你哭作在此 毫无用处 不待东华应答 折眼以赴作调息 过了一会儿方说道 小九受伤过重 魂飞魄散 体内元神竟消耗得空空荡荡 东华 你可知为何 东华见折眼反转 脸中原本然起一线生机 此时疏然熄灭 连他的脸色 都一起尾顿下去 竟是在无任何支撑下去的意念 他哑声说道 他为何这般绝情 不让我去陪他 还不准我入魔 还说 要我向你讨一碗梦情水 折眼门眼一阵 沉衣良久 继续说道 原本你送给他那一魂一魄 要护他平安绝无问题 可是 眼下 那点魂魄竟寻不着一点踪迹 我还需再去探查一番 只是 你们务必护着这处结界 莫再令其相扰 折眼话音刚莫 结界又被一击 伴随着几声破裂的脆响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